我叫Sofia 是一間中資金融機構的 綜合管理部總監 負責Admin和HR各部份 六月份到現在 社會上有很多亂象 作為一個香港的市民 我都很想為香港做多些事 但又沒有其他能力 接著就見到有一個義工團體 呼籲大家來做些清潔也好 或者是做些環境衛生也好 我覺得是一件好事 我都想實實在在的做些小事 我覺得最近香港真的有點亂 有時大家出門口就見到 有些不知什麼垃圾 或者不奇妙 有些磚塊 吃的 可能都堆在門口 外面又多了一些 好像標語 或者有些紙條也好 都黏得四周圍都是 嚴重都影響了香港的環境 香港以前是很乾淨的 這段時期就有些暴力的活動 之後第二天就很髒了 街頭 我想找一些 有些是黏在樹上的 比較乾淨的比較乾淨的 比較乾淨的 比較骯髒的 我想把它清潔走 我見到最近 國勢和內地的遊客 今年都少了很多 有二十幾個國家和地區 對香港發出旅遊警告 還有見到一些堅勢 好像慢慢變得有些蕭條 我自己是覺得很拼身和難過 作為一個香港人 我覺得應該是 要去盡自己的一分力 辛苦是當然有些少 但是真的很開心 因為可以為自己住的地方 自己住的城市 出一分力 我覺得真的很滿足